日前海关总署发布通知表示 多次从台湾地区输入大陆的 翻荔枝和莲物中 检出简易性有害生物 并宣布暂停输入台湾地区 翻荔枝和莲物 民进党当局指责大陆方面政治打压 损害台湾农民的利益 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今年以来呢 大陆海关是多次 从台湾地区输入的 翻荔枝和莲物中 截获了简易性的有害生物 大洋屯纹粉界 军医法采取了退毁或销毁的措施 也呢 及时通报台湾方面 该有害生物呢 是危及到多种水果和粮食作物 对农林业生产和生态安全 造成严重的威胁 那据海关方面反映了 除了大洋屯纹粉界 在台湾输入的翻荔枝和莲物当中 还检出了可可花音病菌 和新波罗灰粉界等有害生物 那么为了从源头上防范植物疫情风险 依据大陆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海关总署决定从9月20日起 暂停台湾地区翻荔枝和莲物输入大陆 实际上从去年到今年 大陆方面多次向台湾有关方面通报 水果不合格的情况 提醒他们加强源头的管控 但是这一类情况一直没有得到改善 为了保护农林业生产和生态安全 保护民众的切身利益 暂停输入台湾地区翻荔枝和莲物 使科学合理完全正当的 海关总署也已经通过海峡两岸农产品检疫检验 合作协议的联系渠道 向台湾有关方面进行了相应通报 民进党当局把事关农林业生产和生态安全 事关民众切身利益的必要暂停措施 政治化 借机的恶意抹黑大陆 煽动两岸对立完全是别有用心 说明他们压根就不想解决问题 丝毫没有为台湾农民着想的意愿 只会进一步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 民进党当局声称 大陆暂停进口台湾的翻例制和联屋 是破坏国际贸易规则 扬言要就此向世贸组织提告 那请问发言人对最后评论 谢谢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两岸之间的事物呢 是本着一个中国原则处理的内部事物 民进党当局的有关言论呢 正是其一贯谋独的政治操作 针对外界质疑 新西兰也禁止台湾荔枝和芒果进口 台为何不向世贸组织提告 台农委会称 新西兰出现问题后持续与台资商 但大陆却未曾回应台方诉求 要求大陆实质解决简易问题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刚才我已经说了 从去年到今年呢 大陆方面多次向台湾有关方面通报 谁过不合格的情况 提醒他们加强源头的管控 但这一类情况呢 是一直没有得到改善 海关总署呢 也已经通过两岸农产品检疫检验合作协议的联系渠道 向台方进行了通报 那么通报的情况是这样子 就在番离之部分呢 向台湾方面是书面通报了13批的 番离之不合格的情况 有11批是检查出大洋屯纹粉戒 有一批是检出了大洋屯纹粉戒和可可花音病菌 有一批是检出了新波罗灰粉戒 这些问题呢 台方是有做反馈 但是并没有有效的整改 不能有效的降低疫情转入的风险 那么在联务的部分 向台湾方面通报了6批联务不合格的情况 其中呢 有5批是检出了大洋屯纹粉戒 有一批检出了新波罗灰粉戒 这些问题呢 台方没有做任何的反馈 那民进党当局应当切实的 负起监管的责任 从源头上来解决相关的问题 不要再进行政治的操弄 这个呢 是从那个莲雾上检查出来的新波罗灰粉戒 这个是放大的土 这个是小土 这个是莲雾 大家知道哈 这个是大洋屯纹粉戒 是从那个 也是在莲雾里头 检查出来的 这个是这个 范荔枝 这个是可可花音的病菌 黑色的 这个呢 是大洋屯纹粉戒 在范荔枝的表面检查出来的 这些情况都有跟台方通报 还是想再追问一下 关于大陆暂停台湾地区 范荔枝和联屋输入的问题 那我们看到有评论就表示哈 说民进党当局 并没有自我检讨 他们第一个反应 还是甩过大陆 他们称大陆来欺负台湾的农民 而同时我们也看到 有岛内的舆论也质疑说 民进党当局 既想要反中红利 又想要大陆的红利 让利 想请文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大陆方面呢 多年来其实特别的高度关注 台湾农民的利益福祉 积极地采取措施 来帮他们排有解难 协助他们来拓展大陆的市场 就在今年3月17日 国务院台办会同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草局等10个部门 出台了农林22条措施 进一步为台胞台起 参与大陆农业林业高质量发展 和乡村振兴 来提供同等的待遇 创造更多发展的机会 这次刚才说了 这次大陆暂停台湾地区 范荔枝和莲物输入呢 是为了保护农林业生产和生态安全 保护民众的切身利益 科学合理完全正当 民进党当局把我们正必要的 暂停措施政治化 恶意抹黑大陆 丝毫不为台湾农民着想 他们的企图就是煽动岛内 民众的情绪 挑高两岸的对立